2013年呢 是中国航空工业 创造诸多第一的一年 其中呢就包括 一月二十六号 国产大型运输机 航二零 今天下午 我国自主研发的 航二零大型 航二零在西安基地 进行首次取飞 该型飞机 各位观众好 这里是航二零首飞仪式现场 记者秦岳为您带来报道 航二零如果首飞成功 将成为我国第一款 首飞成功的 国产大型飞机 航二零由中航工业集团 主要研制 最大起飞重量可达两百吨 最大载重量可达六十六吨 该型飞机 是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 研制的一种 大型多用途运输机 可以在复杂的气候条件下 执行各种物资 和人员的长距离运输 应对抢险救灾 人道主义援助等紧急情况 具有重大的意义 航二零首飞成功后 将继续按计划 进行相关的试验 和试飞工作 主义援助 你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蓝天精英 明天你们将迎来 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誓死保卫 开国大典 参加授阅飞行 有没有信心完成这次任务 是 我 飞行中队队长 秦天 我飞行中队 受命中队公共杰人物 一旦飞行中队 志愿献出声门 决不让飞行中队 北京队 队长在床上 我不必要见诸武装 立正人 秦天 张成江 张成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